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哥哥别老迪哥 今天我们讲一下露天讲黄源的一些注意事项 像大家看到的外面的这一层 这些都是专门咬苗子的 这个的作用呢 主要是用来防鼠和防鸟的 实际上鸟患还好 主要是避免鼠患 不少龟友也体验到过老鼠的可恨 所以说加上这样一个网 避免出现被老鼠咬伤 像现在的温度白天还是很高的 跨季的季节的话 这种防晒的措施还是避不可少的 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这个开放池的话 为什么没有加网 我们里面的基本上属于是压层了 可能有八九厘米 十厘米可能有了 这种我们就不用再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黄源到了这么大的时候 基本上小虫小害都是伤害不到它的了 当然我们上面盖了一个瓦板 这个也是起防晒的注意 它可以遮阳 我们看一下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黄源的话 因为这个厂子比较大 这全部都是 这厂子比较大的话 它这边也不需要加网 更不需要加那个隔热的板 因为这么大的黄源的话 它的降温它有几个方面 就是说 这基本上是仿原生态的 它可以在这个 植物下面进行遮阳降温 如果温度太高了 它可以到水里面来泡水 像现在已经历秋了 前段时间我们会经常开 就是温度非常高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喷林 小苗子的话我们会直接耍水 那有归友要问了 黄源不是你们老师说 不能水太深吗 过大海即可吗 你们这水为什么这么深 你们的黄源是水养的吗 其实不是的 因为黄源到这么大之后 你看我们的其他的几个塘 水都可能到十几二十了 因为这么大的黄源的话 它对水性的能力 会强很多 不像苗子很脆弱 主要是为了避免风险 像这么大的话 它自己可以泡在水里面 没有关系的 自我保护能力也会很强 所以说 像这么大的 基本上这种开放的池的话 基本上就那种 人为干预太多的那种保护措施 就会越来越少 最后讲一下 小龟和苗子的 那个安排的话 主要是为了防止意外 就是为了安全 大龟的话基本上不需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 关注有问题的朋友 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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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